通常我们要做一件你设计的这种国潮的服饰 你的设计流程是什么 设计流程首先要有一个 在脑海里有一个构思 然后把我们的构思 我一般都是用图纸的方式 然后把它手绘出来 然后先画 对 把它画出来 然后我会定这个服装的颜色 投射的一个结构 然后根据我们定的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我们预想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再动手 然后把它最终做出来 但是我做投射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 用最便宜的材料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一些 非常普通的一些东西 自控见惯又随手可得 比如说用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的铁丝 铁丝用的特别多 基本上每个投射都会用到铁丝 包括之前我们过时的衣服 然后我们包装袋 塑料壳 还有那些就是我们不用的一些 铜线 铜丝 来做这个投射 我也想请教一下 除了这些投射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投射吗 有 能不能一会儿给我们展现一下 可以 所以你看 这个设计师可能 他的最主攻的方向还是投射 对 让人看了耳目一新 来 我们看一下 身后的展示台上 摆放的都是我们的国潮设计师 王萍带来的作品 从这些展示的头冠当中 挑一个你最自豪 同时也是最感人最有故事的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一个小路的造型 其实这个投射的背后 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在里面 就是有一位家长 他的小孩 他是白话症 他在我的抖音账号找到我 他说他的小孩 也特别特别喜欢 我做的这些投射 问能不能有一个 特别适合他来带的一个投射 哪怕用手机拍张照片也行 然后我说这样吧 我给您单独设计一款 然后送给您 然后就给他设计了这一个作品 为什么要用白鹿的鹿角 作为投射的设计 做这个投射 也是参考了一个 山海经理的一个造型 他叫辅珠 就是一个小鹿的一个形象 那个小女孩 因为女孩都可能 特别喜欢粉色 我也给他设计了一个 这样粉粉嫩嫩的一个颜色 它的一个鹿角特别的明显 然后它有很多 非常灵动的小的蝴蝶在上面 如果是它拿到外边去 然后有威风的情况下 每一只蝴蝶 都会翩翩起舞的感觉 都会动吗 对 对 你可不可以举起来 我吹一下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对 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很用心 那为什么这幅作品 现在还能出现在 我们的舞台上呢 因为我做完之后 一直在等这位家长来找我 但是他一直没有联系我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遗憾的一个事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 我是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我就想是单独为 白话证这一类的小孩 就这一类小孩人群 然后设计一系列的头饰 服装还有道具 我也想是给他们 拍美美的照片 让他们也童年 不要生活在角落里 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 让他们以一个 非常光鲜亮丽的形式 然后也走向舞台 走向大众的面前 登上电视 或者是登上更优秀的杂志 然后会给别人 特别一个棒的一个感觉 让他们的童年 也能开开心心的一个童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